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文章 封建時代的儒學 第二期儒學 地製世界儒學 第三期儒學 民國和共和國時期的儒學 中國文明的 中華文明的基本性質 結合 單純學術思想 本身的電話 主義 主義 第一期 第二期 回應佛教 第二期 回應佛教 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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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來 更根本 還是整個政治社會的變化 第一期 封建時期 第二期 地質 從秦漢到秦 第三期 民國和共和國時期 他所面對的挑戰,是幾千年所未有的大挑戰。 軍事化國家的挑戰。 自由民主的挑戰。 現代的國家有幾個特色。 現代化,必須經過資本主義化,改變他的生產方式。 有強大的內居力,通常是民主國家。 民族之間彼此的征戰。 所以他通常是軍國。 你看歐洲近代的列強,就是典型。 他是民族國家,又是全民武裝的這個國家。 中國不是這個樣子。 中國是大部分老百姓,尤其他的後代,不知兵的。 他是民族,過失旁。 是香港人和民族,公司,法律和民族。 自由民族化的挑戰。 人民同意,重新去界定自己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內涵。 建國和立國 治療民主 第三期儲學 旁邊的獵牆 強力搶奪出去 因此發展出獨立的、特殊的命運 如果中國一旦強大戰起來之後 他當然不會讓這個事情 用原來的方式發展 必然會 在他的建國立國的過程裡 必然企圖 要重新把台灣納歸 中華人民的體系 這是他一個不可改變的心理 因此 台灣必須清楚地認識到 這一個 歷史發展的大事 在台灣的 保護自己 也貢獻於 整個區域的 最高的價值 其實 恰恰是台灣的 真正的自由民主化動 自由民主 必須是一個高品質的自由民主 不是原來只是投投票 而行 那種投投票的 還是一個低品質的自由民主 不能夠真正反映 每一個老百姓 他真正的意願 跟生活的嚮往 這是我之所以看中 三一八學的一個人 這是個性化社會的建構 至於他的傾向是 統和獨 在這裡反而還是次要 因為你真正的讓老百姓 的聲音都能夠出來之後 大家真正把這個問題 講進之後 統和獨之間的抉擇 是要全民來做抉擇 只有台灣的老百姓 來做抉擇 是必須要有知識的 聽懂意思吧 這個抉擇 造成的結果 大家共同負擔 要不然就是 自由民主 我們一定要脫離這個泥沼 對抉擇 就是 恰恰是 對抉擇 對抉擇 不至於走偏 走偏 很可能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但趙偏 偏偏偏就 上去 太偏 民主政治 會促使一些後選人的路線要開始走 走到中間晚 用想法來講 其實柯P這次在台北也算是一個能指標性 公民社會其實是一個能人 我們不要多,不要被藍綠所中 中間偏綠 藍軍方面 聰明就應該偏個中間偏藍 這樣就能夠抗衡 否則的話,你就等著被淘汰 否則你就是為其的利益者說話 要不然就替上人講話 要不然就替上人講話 替農田、水利、會、分章系統講話 哪有年輕人,稍微有點血心 跟理想,願意跟著你走 那我意思吧 這是荒謬的 你的合理心到底在哪 就是一個記得利益集團 跟商業集團 沒有年輕人願意跟著你走 所以藍軍 當然是悲哀 還就是個連公子 荒唐 完全搞不清楚 狀況 馬恩就也是 做什麼 幹什麼的 這種事情 台北市的黨內出選 你不能通過 結果是廉家在操縱 居然讓丁守中出 丁守中出 柯P不用選 現在大家都明白 我那時候就已經 在柯P叫人家 不用選 結果不然 就這麼 政治上的操盤 手是非常重要 不是說 就這麼老 傻不顧 哪有人都傻不顧 那你現在補學 什麼 我沒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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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一個大局 其實 好路指揚是 柯P當群 他變成他以後的 他的團隊或是他 帶領領導這個 其實是對未來應該很指揚 他現在在他底下 我只是從外面想 他滿多氣也是綠的 在現在幫他在做 那會不會 其實我很擔心說 會不會說是 會 看他能不能實現 他進點諾言 他進點諾言 一切的政策要透過 市民的 這個網路的 這些選擇 這裡話當然有福品 因為現在的網路 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本來就是網路的 所以 其實他是有建立一個 網頁 然後是一些公設製作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 意見直接放到上面去 所以他可以 反正他那個中端 他可以直接收集 他們的資料來整理 就是你的意見 快會去都買回來 但是網路都是年輕數代 所以就看說 他 叫來是不是能夠真正實現 他 真正建立一個公民成為 真正 我真的 努力的是 以公民的 以市民的 這一個 願望跟利益 作為我實現之 不是我自己的想法 看能夠做到這一點 愈能夠做到這一點 愈能夠做到這一點 未來 文化 古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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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願 君子無所爭 帝也涉乎 依然而生 下而映 其爭也君子 君子無所爭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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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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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而應 尋聖者各依,不聖者再登堂取久,相對立領禮畢,依讓人禮財畢。 依讓人而應,彼之最後。下之當連,上身之主,而不與應之連。 前仙之旅 前仙之旅 分解 諸祖 諸祖 下而應 諸祖 諸祖 一讓而生下 一讓 下而應之 其真也君子 諸祖 前後 其真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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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亦讓生下,又與相與對飲,以理化真。 故其真,亦以不識為君子之真也。 君子之間,大家不真的。 必也設乎, 選擇善設之事。 亦讓而生下,亦讓而生下而應。 亦相與對飲,其真也君子。 亦是真也君子, 真也君子, 不是你是我活的, 而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 我們大家來共同完成這個事情。 文明國家的競爭 本來也就是如此, 歐益 人愛 大家同在一個團體裡頭,或者同在一個社會裡頭,彼此要互相愛護,又不是敵人,又不是你死我 君子無所真,畢也涉惡 你們現在常常聽到這個話 不常聽到這個話 不常聽到這個話 大陸上來同一個 胡媽也沒少聽這個話 有聽這個話 我們這邊有幾個大陸來同一個 一個 很少聽到這個話 君子儒所真是儒家社會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原理 當上司的這個基本原理的時候 這個社會就麻煩了 你死我活類 你死我活類 以此 你滾沒有什麼信義可以 坦光醫生 這些黑心商品 這種競爭 都已經到沒良性的底部 本來說 各個企業之間是君子之爭 君子之爭 般當那仍打楞心玩意 你如果 進口一大大 莫名忌亂七八糟 飼料油、地溝油、豬肉餐、羊油、石膏粉 君子無所爭,又差哪去? 抓不勝抓,管不勝管 競爭的優勢 一個就是產品的獨特性,另外就是降低產品 其實我覺得台灣獨特性不容易 所以大家就拚命想在降低產品 所以產品最容易,因為降低產品很容易 而且企業也很常用降低產品做KPI 做每年留意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就是引進西方這種管理模式 特別是經濟管理模式 然後就完全 又發現到西方的規矩 對,Cup-9、Button-9這種方式 Cup-9就是你受價 你受價幾度,剛剛你整個在成本這邊去講 那結果這邊 他現在就又完全相信是委外 我完全就,我今天買你 我相信你的 Focus在自己競爭力 我沒有跟,我做剛剛做仙草都最好 可是我不會做仙草的原料 那我就去找一個做仙草原料 我會做仙草原料 那個就是一個黑心的話 他就給你一個最便宜的原料 那你基本上是相信他 所以他基本上就拿到一個 他說今天他 你原料花十塊錢 你今天才用一塊錢的成本 你現在九塊你有沒有用 你不用才是少 所以就變成其實把西方那裡 理論完全是整個整個 對,因為那條件都 就是用到極致就變成最後變成就黑心了 黑心 那你 我現在這個問題在西方有發生過 我相信你會 可是到現在就對台灣這個一個全新的反應 這問題在今天那裏面爆發 我覺得 其實過去覺得 讀業不業理論剛好 我為什麼會再讀 我學會覺得 那裏面在台灣其實會害死大家 會害死大家 你不能把一些 他們那種類的策略 其實因為他商業 港版都說 用到商業 其實到最後是 下址就紀念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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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代將銀行 可是 美國的西方 銀行 君子無所珍 有種其是一個團體 所謂理 我們大家共成一個團體 團體有團體的理 我們大家共成一個團體 不是要你自我活 我們要維持這個團體的大家的公平和和諧 公平和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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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和諧 公平和諧 商業的道德 他有幾個要素 家族 傳子傳孫 靈禮之間 人間關一動密切 這個東西一賣 我這輩子跟你買 我家世代代都是跟那家賣馬魚的買 人的關係性跟傳體性 中南部的一些人 講跟認識人買 真是黑信用世界不會跑而談 越傳統的那種購買 他買都是跟熟人買 那熟人是跟熟人買 然後都是認識的 直接的生產者買 他不受這個影響 最可憐的就是都會的這些外事主 我根本看不到那個生產者 看不到源頭 那我就堵死了 真的很慘 因為我今天跑業 昨天才跟正興業的副院長講話 不僅開刀 我去見他 我去見他 黑信用 藏地下 兩個毛病 這些東西 重金屬 人不能吃這些東西 一個是癌症 一個是洗身 台灣這兩個都是世界頂高的 可怕的 怎麼來的呢 這也就是傳統的那種 清緣團體 或者廣義的清緣團體的儒家社會 衰落之後 新興的這個商業形態 他脫離了原來清緣團體的這一個監督跟責任感之後 必然會造成這樣子的一種結果 而西方人是有宗教意識 也有他的公民團體 也有他的公民團體 他還有各式各樣子的從政府到公民團體的監控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民團體的監控 他們會有很多民團體的監控 這些事情 我們又沒有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子的從政府到法律到民間團體的監控 所以他們比較 沒算 而且 因為長期的提供教跟穩定 社會發展的那個 他們的商業道德力不高很多 那台灣如此 大陸就更 更長 大陸楚 如果 從不創行 too 是 理 李的精神 三一八學運 民間的一層情的製造跟監控 要跟社區的發展 連結在一起 要把公民意識 跟產業做一種連結 我現在所知道 世界最新的經濟發展的趨勢 有一個很有名的講法 叫做 永續發展 現代經濟本身 是無法永續發展 無理 沒有彼此之間不尊重 他對於天地自然無理 對於人也無理 所以他會耗盡人的資源 也會惡化人類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新時代的 經濟 希望是能夠走到永續經營的道路 跟社區 跟公民意識的結合 這個在 在我們的學域 這就是非常新的東西 那 我也有一個朋友在專門做這個 在港內奧 專門那邊有一個 經濟有去發展的經濟作業 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發展到尖端的時候 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 那諸位說 我老師會不會太理想 你想你想那麼間斷的感覺 我只能跟住 物極而密反 我今天講的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看到的現代化 跟現代性的不足 談到了未來的發展的趨勢 那諸位說 知本主義就是這樣 哪來的君子 全部是小人 哪來的君子 一屋屋是小人 全世界都是小人 那咱們還說什麼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寧可不要資本主義 那我寧可不要資本主義 意思就是說 太痛苦了吧 整天都是那樣 那當然 我也知道 資本主義是不可能不要的 我剛不是說了 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基礎嗎 不可能不要資本主義 因此 我們就必須要改造資本主義 那資本主義下的人 也盡量比較君子 也別那麼小人 做不做得鬧呢 主義說 哪人那麼好 開玩笑 你商人嘛 無商不奸嘛 誰跟你來的君子 公民監督 公民社會的建構 來監督商人 各式各樣的公民團體 要求你當君子 你不當君子 我會揭發你 就像這個魏家 滅敵 我讓你滅敵 我讓你滅敵 多滅敵 人們有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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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成為 臺灣已經開始了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這個程序 公民社會的覺醒 監督 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不法 不異議的事情 君子的精神 是一種有理的真 是一種真正比技術、比能力的真 不是那種比小人的真 正常的經濟、正常的社會 是這樣子的一種競爭 這是君子之真 我們正正當當的比賽 不搞鬼 不搞亂七八糟的事情 而且我顧及到整體的福祉更衣 這才是君子之真 現在身為競爭 依然必須君子之真 我們讓那些搞小人的 黑心手段的那些東西 用公民舉發的方式把它消滅 我認為做得到 因為大家並不喜歡小人之真 大家喜歡君子之真 是不是這樣 沒有問題 你不喜歡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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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喧嗑 小人 在我心裡 primera 前面的 你不喜歡小人 也爭 你不過是 現在世間 就 有個詳細 或是 旨 政種社會的重要性 亂打亂殺,小人行進,你死亡 君子之正 君子之正 現代社會最要感動 資本主義是一個國力競爭的世界 那我憑什麼講君子之正 資本主義是我們也必須要君子之正 否則我們就吃黑心油,提供油 政治上更主持 政治上本來是為了公眾利益的事情 你還為了我私人的事情 搞那些小人手段 你根本不入流,不必談 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 不斷地努力做到大功五十四個字 這才是好的當政治人物 所以無所遵 不為個人而遵 專家 承認 是 此 是 楊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身 君子 君子 之爭 見諾為小人 之爭 與己於人 其實都好人 君子之爭 打假球 亂七八糟的事情 把整個棒球都毀掉 球賽的作弊 或考試作弊 什麼事情作弊 小人的作法 沒有人喜歡 高論 平平常常人心總 從普遍平常論 孔子 講的都是這種 千古不廢 萬年長存 這跟普遍中都人心的自然的道路 很平易 很簡單 還是像努力中 還是什麼 有問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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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以這些 來 體力我們自己吧 大家一起加油 請到這裡